哈喽,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颗兰花 是我梦寐以求很久的一颗蝴蝶兰 它是Belina Pink,粉色贝丽娜 我在4月份的时候在国乡园已经团购了一颗 收到那一颗粉色贝丽娜,还是一颗小苗 当时只有三片小叶子 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出花苞 群里的一些网友们,他们的粉色贝丽娜已经开花了 我的那一颗呢,就像兰花草那一首歌一样 我每天看三回,还是没有看见它长花苞 这一颗兰花是我昨天收到国乡园九月月花的其中的一颗 带花来的,花非常的漂亮 这一次能收到这一颗非常美丽的粉色贝丽娜 说起来还有一段缘由 上两个星期,看见群主在群里面分享她一颗非常漂亮的粉色贝丽娜 我马上联系群主 想了解一下这一颗是食物还是照片 群主说她刚好有几颗正在开花的 可以出售 我马上就订了一颗 非常感谢群主的歌爱 让我终于拥有了一颗开花的粉色贝丽娜 收到这颗兰花之后 因为她还在开花 所以呢,我只是把外面那个塑料杯拿掉 看看她的根 长得非常的健康 等花开完之后 我才考虑要不要给她换植料 开花的蝴蝶兰 我暂时不会给她换植料的 这颗蝴蝶兰的植株没有一般贝丽娜蝶兰的植株 没有那么大,叶子也没有那么圆 新长出来的这一片叶子也是非常的健康 通常蝴蝶兰在她开花的时候 叶子会停止生长的 这一颗又开花又长叶子 说明她的植株是非常健康的 这个是她的名牵 是一颗原生种的蝴蝶兰 别看她的植株不大 从她的花梗就可以看出 她是一颗非常成熟的蝴蝶兰了 看看她的花梗 从上面数下去 已经开过有 12345678910 已经开过10朵花了 现在这一朵是第11朵花 粉饰贝丽娜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呢 原因有好几个 第一是她的花香 大家都知道 贝丽娜的花香是非常浓郁好闻的 而这一颗粉饰贝丽娜的花香也毫不例外 昨天我收到这一颗蓝花的时候 没有闻到它的香味 今天把它放在窗边 太阳出来的时候 已经隐隐约约 可以闻到有香味了 相信再过几天 它的香味就会非常浓郁 第二个原因就是 它的花的颜色 看看下面这两片花瓣 有一丢丢非常浪漫的粉紫色 整一个花唇也是粉紫色的 而全部的花瓣的顶端都是浅绿色 当粉紫色撞上粉绿色的时候就变成了非常梦幻的一个色彩了 花看上去非常高雅脱俗的感觉 不吃人间烟火的味道 花的形状看起来也非常的端正 第三个那么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产量 据说这颗粉色贝利娜的产量非常的少 有些蓝肠已经不培育这个品种了 市面上粉色的贝利娜不多 物以稀为贵 这个就是为什么粉色贝利娜那么受大家欢迎的几个原因了 贝利娜的种植方法跟一般原生种的蝴蝶兰的种植方法一样 喜欢温暖的生长环境 对光线的要求不高 明亮的闪光就适合它的生长 对空气湿度的要求是50到60之间 对水分的要求也不高 见干见湿也就可以 这么美丽的一颗蝴蝶兰 非常值得拥有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